好 也來看烏二戰爭打了超過一年 現在美俄雙方的關係也搖搖欲墜 俄軍宣稱在雜波羅勒的前線 擊退了烏軍 而且還摧毀了西方先進武器 針對美方援助的急速彈藥 俄國駐美大使跟嗆瞎 說美俄關係已經蕩然無存 烏軍第三突擊率剛下 裝甲車立刻在樹林中爆發猛烈槍戰 話沒說完又一發炮彈打來 巴卡姆的附近的俄軍激烈抵抗 烏軍拿下陣地也不敢大意 就怕中了埋伏 對著壕溝一陣猛射才安心 不過烏軍的進展依舊很有限 俄軍還宣稱在扎波羅勒方面 打退了烏軍 摧毀包括暴式坦克在內 五輛西方的先進裝甲 俄國駐美大使還說重話 美國決定援助急速彈藥給烏軍 美俄關係早已名存實亡 只是俄國為了解決兵員短缺的問題 上一月通過法案 明年1月1號起強制征兵的年齡上限 從27歲延長到30歲 也就是說18到30歲的男性 都必須服一年的兵役 反觀現在烏克蘭上下一心 總統澤倫斯基海大日前被俄軍炸毀的 奧德薩東正教堂視察 把俄軍的暴行化為團結號召 俄羅斯總統普欣 他親自現身俄非峰會 除了積極的拉樓盟友 普欣也不忘痛批烏克蘭 普欣強調和談持續卡關 是因為烏克蘭不願意坐下來談 而同一時間俄軍持續轟炸 在週五晚間又發射了兩枚的飛彈 市區建築冒灰烟 路面滿是碎片 沒走底部還有另一棟大樓陷入虎海 俄羅斯周五晚間一連朝 烏克蘭中部城市蒂涅伯羅 發射兩枚飛彈 擊中12層樓高的名宅建築和 安全部門大樓 由於剛施工完的空大樓 僅9人受傷 不過事發同一天俄羅斯在盾內刺客 佔領區遭烏克蘭攻擊 本土境內西南部也遇上轟炸 俄羅斯國防部宣稱 防空系統攔戴烏克蘭飛彈 銳弱碎片擊中建築多人受傷 而塔干羅格離烏克蘭邊境只有40公里 俄羅斯總統普京繼續怪罪 普京出席俄羅斯非洲領袖峰會還把全球糧食價格大漲怪罪在西方的貨幣政策現在更試圖扮演就是主向非洲釋出善意 CNN也發現俄羅斯和非洲峰會多位領袖儘管缺席 非洲關鍵大國南非總統卻高調現身 即便南非是接受美國援助非洲的大國 但立場令外界猜不透 也成為敏感時刻西方在非洲外交的一大變數 TVB的新聞 好 另外沒來看 烏克蘭也罕見的針對俄羅斯本土發動了棋息 俄羅斯指控烏克蘭在當地28號對俄國境內發射了飛彈 殘骸墜落南部市中心之後 總共造成14個人受傷 作痕要告訴我們鄉親 好 而烏雙方持續交火 我們看到最新的說是烏克蘭 他們罕見的使用防空飛彈 而襲擊的地點是俄羅斯的本土 看到是俄羅斯方面就指控在7月28號這一天 烏克蘭方面他們是使用了S200防空飛彈來進行改裝 那麼襲擊的地方是塔干羅格市 而這個地方它距離烏克蘭的邊境只有大約是40公里 同一時間還有空襲的是亞素市的荒芙地區 其實在這個塔干羅格市 它這個地方還是有一些居民住在這邊的 雖然說俄軍第一時間使用了防空飛彈進行攔截 但是這個殘骸它墜入了市區毀掉了一些建築 那當然也是有一些傷亡的 已經造成了至少14個人是因此受傷了 俄羅斯的這個發言人扎哈羅瓦 他就說這兩波攻擊 其實是烏克蘭軍隊少見的狀況 而且是對俄羅斯境內進行強大攻擊的案例 而他們也說俄羅斯會暴溜要來進行強硬報復措施 不過俄羅斯的勢力也悄悄升進了西非國家嗎 尼日發動政變 結果不少挺軍方的民眾高舉俄羅斯國旗 而且燒掉了前殖民國法國的國旗 同時還高喊歡迎瓦格納 也因此瓦格納的領袖普里格金還讚揚 說這是政變救國 西非國家尼日政變第四天 聽軍方的民眾隨著音樂熱血歡呼 但仔細一看 他們竟然還高舉俄國國旗 俄羅斯瓦格納傭兵團領袖普里格金 甚至在同一天喊話 承載尼日軍方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救國家 普里格金還表示 願意讓旗下戰士協助維持秩序 ZNN報道 不少西非國家政變後轉向親俄 因此很多尼日人說要投靠俄羅斯 還傳出有民眾燒錢殖民國法國的國旗 而美國再次警告 尼日軍事政變可能斷絕國際對尼日的援助 發動政變的尼日總統位队領導人查尼 現在自封是國家新領袖 也警告外國別想軍事干涉 否則引來負面後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發動政策 發動政策